行政會議召開緊急會議 通過政府提出有關立法會議員 出決後的補選安排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閑志源表示 無論直選或是功能組別議員 出決後都會依法進行補選 但如果是致願辭職 都不可以在6個月內再參與補選 有關限制只適用於同屆立法會的補選 不適用於換屆的選舉 我是絕對承認 是這一個最新的方案 是不能夠100%堵塞漏洞的 因為在某一些情況之下 如果是決意要辭職引發補選的議員 是仍然都可以這樣做的 變成對那個制度的公信力 或者莊嚴是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要給壓力政府 就很多途徑都可以給壓力政府 不是一定需要用到這個 令到選舉制度有損害的途徑 我們設計的目的 如果那些想要辭職引發補選再回來的議員 可以三思而後行的話 引致這些重複又重複 要補選又回來 補選又回來的舉動 就希望減低 減低了的時候 自然所用的公帑就少了 譚治元說 方案已經是保障了市民選舉權益 同時避免有人濫用辭職機制 已經與兩個律師會進行過非正式會面 研究當中的法律理據 目標是在這個立法年到內完成立法程序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鄭麗儀報導 我請問說 當時避免 聽到 請唐 從 總 評論